歡迎大家收看,看你大伯不專業種車介紹 好,我們現在要去台北 那,待會見啦 OK,我們現在上車了 那,還有小包跟女生那邊也要一起去 所以,今天拍的車非常特別,非常地屌 那,我一直很擔心的是 如果我們這一集拍完的話 可能看到我就要停播了 因為菜也找不到更屌的車 可以拍了給大家看 所以,請跟各位預告,我們可能會停播 大家要請停播 接著快樂 請問一下 我們下車 我們下車 爬上屌 讓我們下車 再倒進來 我們下車 Bru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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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車完全是移植MOTO GP的車型下放的一些技術在它上面 它其實就是應該是Markis騎的那台車 當時2014年的RC 213V的原型車 把它做成市售版來販售 等一下細節我們稍微大概溝通一下 會跟各位解釋一下它的細節吊在哪邊 其實也沒什麼吊 坐在旁邊就是吊 我已經連它的衣服都穿出來了 當然它市售車會做了一些比較大的調整 當然它有大燈 後視鏡 還有什麼 我都忘記了 東西很多 還有喇叭 對 喇叭 喇叭很重要 因為台灣三寶很多 所以喇叭非常重要 再說看到我的右後方 這邊有一箱 我們很像要看半演唱會的感覺 有一箱它完全專屬的改裝品 那它改完呢 就是變MOTO GP的廠車了 就是變廠車了 那這台車呢 這台車 這個版 大家一定要先講一下 講到這個箱子一定要講一下 這個版是歐規的 那在美國當地買的話是沒有這個箱子 他們是沒有辦法賣你這個箱子的 所以在日規、歐規跟澳規 是有可以單獨販售這個 這個算是什麼套件 MOTO GP的套件 對 賽道套件 算它賽道化的套件 所以 只有在歐規版才看得到 如果你在美規版是看不到 那它歐規版呢我覺得它因為為了要市售的關係 所以它必須把它的馬力下修 所以它在歐規版原裝原型車來是159匹而已 但是上了這一箱之後呢 它一共變成214匹 214匹 所以非常非常的誇張 所以我們站起來看一下 因為我現在坐有點穿這一套 你也知道感覺站起來就是要修車了 對 而且我們還特別今天都配人套 除了這個衣服之外我們還有這個椅子 剛剛來泡杯把人家坐換有點變胖 不過剛剛還好啦 剛剛稍微排了一些尿 因為比較適合 其實你這樣不太像修車 像家政賦 家政賦是不是 沒關係啦都可以 今天可以拍到這台車我就覺得做什麼都好 那我覺得裡面可以不要穿衣服 可以 我真的不知道該講什麼 不過說真的今天完全是豁出去 也為了本頻道 剛才本來想說沒有要脫衣服 那還是脫了 我們現在大家已經笑了 我們可能覺得這一集可能拍完就是大概是最終一集了 沒有已經沒有在下一集 沒有車 沒有沒有車啊 已經沒有車了 對啊 啊 好隨興就好了 你有沒有穿回衣服講 也是可以 我等一下穿回衣服啊 OK 剛剛 剛剛算是無恥的搞笑 然後獻給各位我們看你大伯的粉絲朋友們 那當然今天最主要回歸正題就是這台車主角RC213VS 那為什麼加以S S就是它的市售版的車型 那它的原型車呢 是RC213V 就是現在MARN MARKETS 就是Honda那個MOTO GP賽車 賽車首第一名去年的世界冠軍MARN MARKETS 騎的那台車 也是這台車型 那只是它目前的現行車是一直不斷的精進 增加了更多更多的一些 它不管是它的賽道套件有增進啊什麼都有 那當然這台車呢是當時它在14年 14年那時候有拿冠軍嗎 應該有吧 14年它那時候拿冠軍的車型 就是這一台 然後下放到市售車來供給現在目前對它這台車有興趣的人來購買 那剛好很幸運的今天有開到這台車 那這台市售車呢 跟原型MOTO GP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差在多了一個大燈 多了一個大燈 那如果它是原型車它是沒有大燈 它是直接撞風口 就像那一台賽道套件一樣 它整個上去就是完全就是MOTO賽車的車型 反正就是這樣講的對了 那第一眼看到這台車我非常喜歡它的配色 它的配色就是有日本的國旗嘛 那Honda它的最原始的 它的一個HRC的配色 那這台車呢 我非常愛它的配色 它即使搬在這裡 不騎 如果是我啦 我也甘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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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是不是應該把它跨上去一下 應該跨了吧 需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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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 它現在很認真一直看著我 好我跨一下 那我直接來跨一下 不客氣了 有沒有 幹 框就要抽筋了 OK 跟上一台的H2R的比起來呢 說真的這台車又是更不一樣了 又到了一個等級的資上了 它的這個角度呢 把手的角度非常的適合 應該是符合人體工學 符合人體工學 車喔 我們剛剛有在討論 就是說 不要一直說它屌 不過說真的 我還是必須要講 它真的很屌 它真的太屌了 那除了不管是它的把手啦 它的一些細節上面 我說真的喔 細節上面 當然我可能講 人家會覺得說 你說的車跟這車差給差那麼多 不過說它的細節上面 真的是做得讓你沒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一分錢一分貨 當然是一分錢一分貨 像我自己的車 然後再跟這車比 然後最近拍了一些H2R 甚至其他車型來說 這台車呢 又更是一個Label的等級 是我人生第一次跨到MOTO GP的車型 冠軍的感覺 有一種突然覺得自己變Model Marcus的感覺 跨過去的感覺是完全讓你以為 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不管它是它的設計 它的烤漆 它的接縫處 它的carbon件 它的鋁合金的螺絲 種種 你會覺得這台車就是一台很完美很完美的一台車 除了有一點灰塵之外 剛剛你忘記噴了 剛剛忘記噴了 剛剛忘記噴了 因為它這台車算是 就是已經算收藏品了 算是收藏品 因為畢竟它在一般市區道路也沒辦法騎 雖然你可能聽到說 它來封印駐馬力只有159匹 為什麼不能騎 實際上它這台車就是完全是MOTO GP的方式要去騎乘 它完全它也沒辦法讓你慢慢騎 它就是買就是吹下去了 不就是都賣吹了 這個車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車呢 要嘛就是下載道 要嘛就是放在家 要嘛就是騎很慢 而且很難騎的騎出去 那當然這台車呢 這個配備呢很多喔 當然除了彩色儀表板之外 連它的鑰匙 現在都是用iKey的 它的鑰匙非常的特別 而且好漂亮喔 就像一台超跑一樣 超跑的鑰匙 然後它都是用控制的喔 直接按下去 然後就可以直接發動 就是碳纖維的下去做的喔 所以做得非常漂亮 其實它現在的整個外觀呢 就是應該就是說 它的外觀就是已經算是MOTO GP的 已經形式了 只差在說它的排氣管那邊都沒有上之外 其它它幾乎都已經上了 那前面的煞車也換過 也換成是MOTO GP的等級 所以這台車呢 還是要再講一次 無懈可忌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為什麼每次講到每台車都無懈可忌呢 連我旁邊的朋友都在笑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無懈可忌 好不好 因為我持久 剛好我們介紹的啦 對啦 要嘛就是在速度上 要嘛就是在速度上 應該就是說 我們最近介紹的車 我剛剛講不屌的車我們不拍喔 那當然我們現在介紹的一些屌車就是 一來就是幾乎可能只能下載道 二來可能就放在這裡收藏 當然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為什麼會說 我們要分享一些很特別的車給各位看 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這台車說真的 你也不一定看得到啊 對不對 我們剛好有這個機會分享給各位 所以才會說 我們是分享 我們不是不專業的分享 但是我們會把一些 我們所知道的東西告訴你 那再來講到呢 就是煞車的部分 煞車的部分 那車主有換過了 它原本是 原廠來的可能比較鳥啦 說真的 它其實原廠配在 道路板上面的 真的東西是比較鳥 不過回來的話 它直接換上 另外一個等級 這等於是跟MOTO GP等級 一樣的煞車喔 那一體式單片的 煞車 在自動能力上 一定是非常的好 那當然我沒有實際具體過 我沒有辦法講說 我那種感受是怎樣 不過可以把它一些細部 講給各位聽 那當然它像前面 應該剛剛有講 這邊裡面 它的狀風 它的那個冷卻系統 應該都是後面加上 你也知道 那個在MOTO GP上面 是沒有這些東西 是不 應該是不是裝在這裡 應該是這樣 所以它是裝在這邊 它這個感覺起來 就是有點硬裝上去的感覺 不過沒辦法 因為要 道路板要賣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煞車 Olinx的FGR系列 應該算FGR系列 對不對 FGR系列 它這已經 這是MOTO GP 這最頂級的 對呀 看到這個你就知道 金光閃閃 就知道很貴 GP只插在那個 OK GP插哪 插在那個外頭 就是它 GP插在外頭 插在這裡而已 因為現在都碳纖維 都比較普遍化 不管怎樣 這就是貴 我幹 摸一摸也爽 趁這個時候趕快摸一摸 在煞車的部分 那上面這邊是CNC直推的總棒 整個感覺呢 質感提升100萬倍 100萬倍 手感了 手感喔 我覺得很Q 是真的很Q 很舒服 可是這種煞車就是 要會用 這個一般人應該 怎麼樣叫要會用 這種東西都是它比較 細膩去操控它 對啦 像我們這種粗俗的人 就沒辦法細膩 煞車一直騎 一直騎 沒辦法像有些人是用細膩的 坐在這裡呢 我要怎麼講呢 打他鍵我都入店裡 打他鍵我無所謂 我們今天這集是非常隨性 酒都喝了 我沒有喝酒 不要亂講 我沒有亂講 都他喝的 都跟他朋友喝的 那剛剛看到這邊呢 摸到喔 你真的覺得真的有夠舒服 那當然它的 很多的一些細節上面 我們沒有辦法 都把它做 講得非常詳細喔 但是大家應該看得到 所看得到的 它的螺絲 不管什麼東西 都是做鈦合金的 處理 那排氣管呢 它這組排氣管 它是原廠來沒有去做變動 但是它 箱子裡面附的呢 就是全鈦合金的 全段的排氣管 但是那個出去喔 出去呢 而且它的排氣管是 但如果看MotoG 大家應該知道 這邊有一支 這裡也有一支 為什麼會做兩支 大家知道嗎 沒有 就是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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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說 故意問人家 你這樣子在漏氣 明明他們有別的答案 好啦 就是兩支 這是一支 這邊也一支 那當然原廠這支 它的外 那個 防燙蓋 防燙蓋也是都做碳纖維的 裡面這邊也都一樣喔 連這邊也都是碳纖維 都是一樣 但是如果你換上MotoGP那支 全鈦合金的管呢 它就沒有這個東西了 正常來說 它是不會有這個東西的 正常來說啦 正常來說啦 不過在台灣法規上 一定還是要有這種東西 還是要有這種東西 那 避震器 腳踏本來就是後移啦 這腳踏不用講 這腳踏本來就是後移 OK啦 你看得到的幾乎都是碳纖維喔 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麼嗎 你知道嗎 大家看 聰明啦 我看到就是滿滿的錢 這台車 用錢堆出來 就是錢喔 不過大家 這邊喔 等一下可以拍一下喔 好 在後搖壁的部分 大家有看到它焊接的點啊 它是幾乎把它磨平的耶 那為了要什麼你知道嗎 減輕它的重量 因為它畢竟要曬到 它能夠越輕越好 只要它能夠減輕的地方 它都把它做輕量化 所以在這個部分上面呢 它做得非常的細喔 摸起來真的喔 就是非常 那觸感是非常的舒服跟棒 應該這麼說啦 欸我記得它後面的那個什麼 輪軸那個套件也有 也是有原廠的 也是有那個MOTO GP的 輕量化的東西 輕量化的東西 它只是沒有換上啊 對它沒有 它這個在箱子裡面 它都完全是全新未拆封的 全新未拆封啊 全新未拆封啊 那變速箱的部分呢 它沒有配上MOTO GP的那個 無縫變速箱 無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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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無縫啊 喔 那個啊 OK 它沒有配上MOTO 幹我們在幹嘛 它沒有配上MOTO GP 那個無縫的變速箱 那它配上是傳統式的變速箱 因為它必須 它必須要符合道路板 要法規的關係 所以它變成是 沒有 重點是無縫變速箱 它的工作溫度超級高耶 沒有啦 耗材啦 它算是耗 耗材很大 耗材很大 所以在無縫變速箱 它就沒有配上 它是配上一般傳統式的變速箱 它有配甘梨 對 甘梨 現在這個是濕式 濕 現在來 對對對 剛剛講 現在現車來這個是濕梨 那 那個賽道套件的裡面是甘梨 是配的是甘梨 所以 它配了兩套 算是兩套離合器給你啦 對 算是配兩套離合器給你 所以有沒有看到 錢啦 好不好 你有錢嗎 我沒有錢 OK 大家應該有看到 我非常嚴肅的出來這裡 嚴肅我為什麼會自己笑呢 好 就嚴肅了 我們就是秉持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來分享這台車給你看 你看我連它的工作服都穿上了 那當然為什麼說武士道的精神呢 當然它是來自於日本 所以它有得到這麼多的冠軍 因為有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不放棄的精神 那今天也非常感謝 我的好兄弟 把 借了這麼屌的一台車給我拍 我相信看到它就知道它是誰 那我們也不必多說 我們會把它照片 到這邊都好 那也要另外靠別一下一個好兄弟 他只要每次來就拍一些奇奇怪怪的很特別的摩托車給我看 然後說這有笑嗎 這有黑嗎 但他都不告訴我到底可不可以拍 各位下次跟我講一下可以拍 欸 春風 那一樣還是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 我們還是會努力不懈拍出更好更屌的車給各位 那如果有 一樣最後還是要跟各位提一下 如果有真的你手上或者是你好朋友 擁有很特別的摩托車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看你大部聯絡 我們希望有機會能夠去拍攝一下 分享給各位知道 如果在看這支影片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先訂閱把它按下去 分享按讚 一定要記得小鈴鐺打開 我們只要更新新的影片會馬上通知各位 那今天就到這裡 阿里阿多